为打击短期租房来用租住空间 美国纽约短期租房市场将自周二起落实新条例 预计新条例实施将影响ABNB短租平台4万多个账号 据美国商业内幕报道 根据新条例所有在短期租房平台 如ABNB等短租平台的房东 必须向有关当局注册后才能营业 新条例也禁止房东出租整个单位 房东必须住在单位内 房客人数上限为两人等 美为例一次可被罚款最高5000美元 据统计单是通过ABNB 在纽约出租房子的账号约有4万个 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因为新规定 而从市场上消失 到时有客控只能选择住酒店 对于ABNB短租平台来说 这一新政策意味着收入的重大损失 因为纽约是该公司最赚钱的预定市场之一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通过各大小短租租房平台非法营业的账号 估计多达10800个 根据旅游网站Skift的数据 截至8月28日 纽约市特别执法部门所批准的执照只有257张 此外 在专研短期租房市场走势的 埃尔DNA网站估计 多达4000个账号 将因不符合新条例而遭平台剔除 在纽约短期租房市场 整体营收高达40% 适合